鏡頭轉回到國內 臺中有一名學姓男子 透過網路自學製造毒品的技術 他就把家裡的廚房 當作是工廠 然後大量去收購感冒膠囊 來提煉萃取毒品 甲麻黃鹼 還進而要準備製造成 安非他命 日前警方掌握到情資 前往逮人 並且當場查獲到毒品 後續也將會來追查 感冒膠囊的收購管道 刑事局大批員警 進入臺中大雅一處名宅 來到廚房發現大批製毒工具 警方七月接獲勤資 三十二歲徐姓男子 在自家廚房設置製毒工廠 當場查獲兩千兩百五十六公克 第四級毒品甲麻黃鹼 徐姓祖賢透過網路自學製毒技術後 竟利用自家的廚房設置製毒工廠 並大量受過感冒藥後 從中提煉萃取毒品甲麻黃鹼 進而製造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警方調查發現徐姓透過網路自學製毒技術 大量收購兩千顆感冒膠囊 加入化學原料後提煉萃取甲麻黃鹼 進而準備製造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前 就被員警破獲 現場還查獲大批製毒器具 目前警方仍在追查感冒膠囊收購管道 另外初步瞭解製造毒品為嫌犯自用 並未流出 全案調查後將徐姓祖賢依毒品 危害防治條例最嫌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製造第二級毒品 他可能會面臨的十年以上 或不期徒刑的一個行者 警方表示 全案依涉犯毒品 危害防治條例最嫌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 將面臨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記者 陽明風 龍濤 台中報導